原来1500万人用的特效修容全部都错了 近期有网友表示 自己照着特效化修容 要么脏得像美猴王 要么油得像猪刚烈 直到他看到一位叫一一的美妆博主 最全的修容选择法后 跟着视频学了一次 身边的朋友都问他是不是偷偷去整容了 这个特效到底怎么用才能有换头效果 听说看完他视频的人都变得更好看了 修容位置都告诉你们了 抄作业也得抄得有点技术啊 想要从脏脏猴子脸变成立体小微脸的姐妹们注意了 不仅修容方案要选对 还要选适合自己的修容颜色 我啊把我手头的阴影分类了一下 但可以很明显的看出 这些阴影是有区别的 这一块偏黄 这一块发红 这一块又是偏灰 那我们到底怎么选这些阴影颜色呢 诶 教你们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 把涂的这块阴影颜色和手本身的阴影颜色进行对比 哪个颜色和边边上的阴影融合的最好 你就选哪个颜色 看这条是不是特别贴合 那这一条就是最适合我的阴影色 当然没有实物失色的 可以利用自己的肤色进行选择 如果你的肤色偏暖黄就选棕调 反之偏冷白就选灰调 当然还有红调黄调紫调的阴影 但那些更适合欧美人使用 如果你的五官不是像迪力热巴那样深邃 你就直接怕死 再来看看高光 高光道可以全联使用同一种 但仅限于仰光高光 如果你不想成为珠缸猎的话 那我们的额头 面中 下巴这种大块区域 是一定要使用雅光高光的 其他地方可以选择现在采用珠光高光 比如妆容比较精致的时候 还可以带点配置 向着整体更加协调 先找合适的产品 再去用特效抄作业 还不快去试试